当播足球快讯2022年2月24日 勾赠精选数据话你知 马德里体育会对曼联 马体会占失本心 马体会向来以钢铁防线注称 上季西甲拐地 亦以0.66个军场失波 成为该赛季西甲防守最好的球队 来到今季 马体会的后防线可谓溃不成军 前25轮联赛 尽管他们斩获45个球 但球队防守方面 已经出现了34个失波 需要知道的是 过去9个赛季 马体会在38轮西甲里面 失球数都没有超过32个 最近一次整季失波数超过30的 还是在2012-13赛季的31球 由此可见 马体会已经逐渐失去 强悍防守这个生招牌 朗拿到起战马体会 当晚联抽中马体会时 西班牙马卡布打出了 朗拿道又一次党在马体会面前的标语 只因朗拿道堪称马体会黑声 在效力皇马 同早计期间 他都曾多次攻破马体会大门 据统计 朗拿道在对阵马体会的35次中 已经攻入25个波 朗拿道最近一次 同马体会交手 就是在2018-19赛季欧冠联16强赛 祖云达斯对阵马体会 祖云达斯在首回合零比尔输波之后 回到主场凭住朗拿道的母子弃法 三比零力黑马体会 以总比数三比二进级 现在再度战马体会 朗拿道能交出什么的表现 实在令人期待 马体会罚球 反击商管齐下 今个赛季马体会的主要入波方式 还是通过反击 罚球创造破门的机会 他们通过反击攻入了6个波 罚球就攻入了8个 反击入波数 排名西甲第一 罚球入球数排名西甲前列 反击同罚球 正正是曼联今个赛季的死穴所在 我们预测战果是 马德里体育会一比二输给曼联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